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昨日 NBA进展赛继续进行 勇士主场布丁马刺 最终以四胜一负的战绩 接受了今年夏季联赛的所有旅程 这场比赛 我认为应该是NBA官方特意安排的 让目前全球最顶流的篮球战队 和他轰炸子继文班亚马来一次小小的碰撞 一方面是为NBA新赛季打出最后的广告 另一方面也是为文班亚马 这样的一位未来战士 亚当肖华钦定的联盟门面 主动造势 通过这场比赛 相信所有的球迷观众都再次领略了文班亚马的超强天赋 关于这点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在视频中加以强调 文班亚马就是拉高NBA天赋上线的球员 2米24的身高 2米44的臂展 风线的速度 后卫的技术 这样的人真是文所未闻见所未见 篮球发明至今已经131年了 我们不客气的讲 文班亚马是这131年以来 篮球是世界最为独特的选手 特别是说在如今小熊时代 他的出现就好像一道惊雷 专门克制外线小个 像是齐龙朱里边 格罗伯是为了打败孙悟空 制造的人造人一样 他出战夏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以后 有很多球迷观众认为这个人难堪大用 遇见欧美壮汉 被装一下就东倒西歪的 经常来个狗吃屎或者刀栽葱 甚至有的人说话非常难听 认为文班亚马就是个超级水货 别看之前吹得欢 小心以后给你来清单 但是文班亚马在季前 再用一次次的亮眼表现 把这些人的脸都给打肿了 对上金州勇士 文班亚马就像一个聚灵神 拿着两个棒锤 杀尽了爱人博士的 勇士所有球员投篮都是躲着文班亚马 魏金斯上来就和文班亚马进行对位 两大专门赛场火拼 结果魏金斯第一次在天赋上 甘拜下风 我估计魏金斯心里也难免嘀咕 这哪是打球啊 可拍孔不骗似的 对面是个正常人类吗 进攻一端更不用讲了 文班亚马外线出手 当今NBA谁能冒他 即便是真的有人侥幸能做到 这个人也绝对不在勇士阵中 文班亚马这些出手 根本没有感觉到半点阻碍 就和投篮训练一样 这场比赛文班亚马打了20分钟 拿了19分5个盖帽 而文班亚马代表马次队 一共出场了四场季前赛 在这四场季前赛 文班亚马场均出场21分钟可以 得到19.3分4.7篮板2.8盖帽和1.8抢断 数据非常的全面 更为重要的是 他在场上对于球队防守端的影响 真的是太大了 当文班亚马在罚球线附近的时候 对方很难拖到篮下完成得分 即便是出手一些中距离 也会被文班亚马的长臂干扰 他在场上就是一个移动的防守机器 可以随时下看到内线和尚提到外线 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人 再对文班亚马的实力产生质疑了吧 那些说什么法甲联赛不如CBA的也可以闭嘴了 也可能持那些观点的球迷 认为文班亚马的身体太过瘦弱 可能会遭遇伤病的影响 但是通过文班亚马在季前赛的表现来看 他在场上的灵活程度确实是难得一见的 而且本身在场下他也有很多柔韧性的训练 所以文班亚马并不会轻易地受伤 而且波波维奇对于球员的保护 一直以来都做得非常好 他们会严苛地控制文班亚马的上场时间 就麻子的现有阵容来看 文班亚马加上凯登月汉逊 再加上德文瓦赛尔 外加波波维奇指点江山 这套阵容绝对足以竞争季后赛 如果文班亚马能够控制好伤病问题 那么他绝对可以成为联盟的新门面 首先他的下线已经确定了 由于他的身体条件 他在场上对于防守端的影响已经确定了 剩下的就是进攻端的稳定性 如果他能够进一步磨练自己的投篮稳定性 他就是一个绝对的大杀器 在季前赛文班亚马已经呈现出他不错的投篮技术 相信在波波维奇的调教之下 他的投篮会变得越来越稳定 以现在来看对手是基本上无法干扰他的投篮的 他能否投进全靠自己的投篮手感 目前联盟也确实需要推崇一名新的球员来作为门面了 詹姆斯和库里未来几年可能就会选择退役 而文班亚马是非常可能成为球队新的门面的 相较于其他球员来说他的打球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 这种打法非常有观赏度 也非常的稀粉 很多球迷目前已经开始成为文班亚马的球迷了 甚至很多球迷表示当库里和詹姆斯退役之后 他新的篮球偶像就是文班亚马 而勇士这边呢 我感觉科尔玩的有点大 一开场让库里和文班亚马跳球 我就觉得这场比赛不简单 勇士赢的概率可能只有1% 比赛一开始果然是这样 在经过上场比赛的绝杀时刻以后 库里明显是兴奋过头了 这场比赛很多出手选择都是非常仓促 有点老干部上班的感觉 就是敷衍了事 我上来打个卡 下去就完了 不过这也非常正常 毕竟来讲 勇士的季竞赛几大目标都已经完成了 一是克里斯保罗和库里的兼容问题 现在来看保罗是愿意改变打法 服从于勇士的原有体系 给库里打下手 双方已经尝试进行大量的无球挡拆 并且效果超群 磨合状态已经进入蜜月期 尽管身体状态不如前几年 但是在这里收获相当的多 勇士这套体系 是保罗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尤其是和冠军后卫汤普森 库里合作 保罗在季节赛中大家也都看到了 他愿意接受替补角色 那么接下来的常规赛 大家也就不用担心保罗 保罗不会让大家失望 二是库明加的培养问题 这是勇士整个夏天的重中之重 如果库明加再打不出来 有可能会伤众勇 成为第二个大聪明 幸好库明加没有辜负勇士球迷的期待 截至目前他仍然是 季前赛得分最高的球员 而在比赛中 库明加更是挑战文斑亚马成功 成为勇士第一个 在文斑亚马手下取得比分的球员 再结合 库明加原有的盲汉属性 随着保罗的波浪反正 已经渐渐吞去了 去而代之的是冷静的思考 打球不再上头了 不再想用自己的天赋一口吃掉对面 冲到篮下面对多人围堵 学会了寻找队友 把球给到更合适的人手中进行终结 随着库明加的飞速成长 新赛季科尔就要面临幸福的烦恼了 库明加的轮换位置 到底该怎么拍 我认为骑士可以让追梦格林打架首发 慢慢扶证库明加 追梦格林干的活 保罗和库明加可以有效军探 除非是时候面对胡人 或者决金这种有制霸内线的球队 你给追梦格林更多的上场时间 让他去顶方一下约积齐或者农眉哥 面对其他的对手 完全可以少用追梦格林 重用库明加 经济体育更新换代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也是必然经历的 如果下个赛季库明加再得不到该有的重视 他离开勇士就是个必然事件 为了追梦格林放走一个这样的天赋选手 有点得不偿失 总的来看 勇士现在只有一个问题悬而未绝了 就是追梦格林和保罗的共存问题 这俩人天天在赛后勾肩搭背 啼啼啼啼的 据外国媒体的报道 哲格林已经帮勇士树立了新赛季第一阶段的目标 拿下机动锦标赛的冠军 希望勇士可以得偿所愿 另外勇士的季前赛也有遗憾 主要还是因为汤普森续约出现分歧不说 季前赛状态也一言难尽 还是很漏漠 有人说汤普森在全明星赛后才会正常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汤普森的状态已经下滑了 大家要接受这个事实 对于勇士来说 汤普森如果投篮不稳定的话 新赛季会有极大的影响 也会埋下伏笔 另外一个是盖一 盖一是一位老将 原本想着能不能跟着勇士拿到一个总冠军 结果现在被裁掉了 其实勇士不是没有名额 而是因为库明家的成长 为了给库明家腾出时间 裁掉盖一也是预料中的事情了 只能说盖一梦想破灭 自己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像盖一这些老将也要淡出联盟了 而根据NBA记者凯斯·史密斯的报道 在连续裁掉了盖一和麦格鲁德之后 勇士的阵容大名单当中 目前只有13份正式合同 他们距离15人的阵容大名单 还有两个席位 而根据最新的劳资协议规定 一支球队需要在新赛季常规赛开始之后 确保球队至少有14份正式合同 说也就意味着 勇士管理层需要在短期内重新签下一名球员 按照规则填补阵容的空缺 但是很明显 对于现在的勇士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因为不管是从开支 还是需求 或是市场上的球员能力方面来看 勇士都很难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球员 为什么说再签一名球员 对于勇士管理层而言非常困难呢 首先第一点 勇士目前的整体开支球员工资加奢侈税 达到了3.97亿美元 他们已经触发了超级奢侈税 随便签下一名底薪球员 勇士就将承担接近千万美元的超级奢侈税 也就是说 可能其他球队用200万底薪能解决的事情 勇士现在需要花千万美元 其次 这笔钱勇士会花得很不值 因为现在的市场上 留下的球员 都是其他球队连底薪都不愿意签的球员 让勇士花总计千万美元去签下这些人 说实话 换做谁 都很难下得了这个手 除此之外 勇士签什么位置的球员 也让管理层头疼 签内线吧 科尔可能压根都不用 鼓声最高的比勇博 他防守护矿还行 但是进攻几乎没有 原本勇士在前掌方面就有卢尼 格林 维金斯 萨里奇 库明家了 前一名作用和卢尼相似 又不像卢尼那么懂勇士的进攻体系 知道什么时候该在哪个位置去做无球掩护 该怎么传球的球员 就算了签了 估计科尔也不会去用 那这笔钱 就算是打了水漂 前后卫 勇士的后卫已经差不多可以凑两桌麻将桌了 这也是管理层头疼的方面 这也是管理层头疼的 这也是管理层头疼的